小型的學校 那除了我之外 沒有其他的體育老師 那其他同事他們幫我 擔負這樣的責任的時候 如果有狀況 我怎麼協助他們 謝謝 這位老師的問題是 很多學校都有 同時問到我的問題 各位 重點在義務 我義務是誰給我的 是學校給我的 是校方給我的義務 我的義務是體育老師怎麼好 只要校方 把你的義務移轉給第三人 你就沒有義務了 但如果校方沒有把你的義務移轉 是你自己拜託別人 沒有得到校方的同意 那就是不合法的移轉義務 國內發展過非常多件 那個老師要當交通導步 結果正在忙 就跟說 隔壁班老師幫我當交通導步 結果國內發展過好幾次 隔壁班老師當導步的時候 在滑手警門 結果車子撞傷同學被告 請問原來該去當導入老師 到負責任答案是一樣的 因為他沒有跟學校講 就一樣 所以您的情況要分 如果是學校主動 請別的老師來幫你做 或你拜託別的老師 經過學校明確的同意 你就不會有義務了 那就這樣好不好 好 那抱歉了不要耽誤大家 接下來的時間 今天很高興 也是我今年最後一場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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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